第46题,在实验室中取260克的化合物钾使其完全分解,可生成92公克的元素乙和168公克的元素饼,其分解反应的分子模型示意图如右图所示, 则甲的分子量比乙的原子量比丙的分子量为何,我们晓得1莫尔的东西的质量就是其原子量或分子量,那么我们就把图示上面的两个当作是2莫尔, 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有2莫尔的甲,那么它是260克,所以它1莫尔就是130克,所以甲的分子量就是130克, 那么我们有2莫尔的乙,那么它是所谓的92克,所以1莫尔就是所谓的46克,所以乙的原子量就是46克, 那么我们有3莫尔的丙是168克,所以它的1莫尔就是56克,所以丙的分子量就是56克, 所以它们3个的比例就是130克,比上46克,比上56克,我们可以除以2,65克,比上23克,比上28克, 所以我们的3个的分子量原子量比值是65克比23克比28克,第46题问我们说, 1莫尔的原子量比约2,65克比2,65克比23克。 那么我们的答案是猪的比达取,65克比23克比28克。 谢谢大家今天,我们拍这个视频,ент